11月24日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举办 400余位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 共划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海尔玛里亚姆德萨莱尼说 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交往成为难难合作的典范 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交往远远流长 早在公元一世纪的中国史书中就有了相关记载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 我们两个国家在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开展了一系列深入合作 成为难难合作的典范 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令全球瞩目 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关注中国 研究中国 非洲中国学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成为世界中国学发展值得关注的版图 来自欧洲的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塞说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意愿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 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清楚地证明 中国在理顺内部秩序之后 尽可能有效地为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美洲学者乔塞特·阿塔曼波旁表示 与中国合作为当代全球事务的管理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作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 中国的影响力正在稳步提升 因此中国参与多边倡议是促进全球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因素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 以及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等地区组织的活动 凸显了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 在应对世界最紧迫挑战方面的重要意义 获得2023中国学贡献奖的亚洲学者马凯硕说 深入理解中国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通过分享自己的智慧 中国正在帮助我们 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全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是促进对中国的更深入理解 今天的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应被视为人类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巨大机遇 当天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宣布成立